我們再一次由專業技師團隊 三道工會來現場實際在會攤 那目前我們判定是降為黃單 也就是沒有立即危險到停用的程度 但我們持續列管 也就是住戶 目前是可以返家 技師很辛苦 人家第一天再次到現場 仔細的把每一根柱子 外附的包材拆開來 然後仔細的檢視其中 整個受損程度 那原本第一天預估是 總共四十四支柱子 那後來判定在四處 做H型鋼的支撐就可以 那我們當然也透過台北市政府行公處 開過合約即刻的備料 然後H型鋼送到現場 所以我們排定在4月9號 也就是週二 再次地方辦理說明 我們不單只是對於政策規劃的說明 我們更重要的是在地的溝通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加速整個都市更新 另一方面我們第六第七件 對於整宅專案以及防災型 都市更專案 其實在三月也已經通告 也即刻上路 我們會把這樣的一個政策 再清楚地跟住戶做說明 更重要我想這一次的地震 所造成的損害 大家應該要有體會 一場大的地震 對台北市來講是不可承受之重 這是我們即刻必須要來加速 也希望能夠提高出戶的意願 讓整個度跟速度能夠加快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